下面我们请曾主委 曾主委请 曾主委你好 我想延续刚刚蔡委员讲的这个问题 我们很清楚你 辅导会主委是没有权利去要求 这个民间公司去降价 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做 我听说很多瓦斯公司 他里面所谓作业成本里面 买管线搞这些东西很多必然 这变成民国董事跟官国董事相互之间 对不对 至于董事长你该给他的钱是该给他的 但是这些不法的这些成本 他会反映到瓦斯价钱上去 我觉得不是说广坎这些管理阶层的薪水 那个是少数 应该把这个合理的作业成本 你内部应该有七叉小组去动 这样才能把瓦斯公司 能够纳入正常管理 我想曾主委这点你听懂了吧 我知道 瓦斯公司的弊端是在这里 不是不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今天他讲的这个农民遗产的问题 那个老农民啊 你刚刚没有没有给前面两位说清楚 当年六十万军队来 现在平均年龄啊 都是八十到九十 中华民国现在的平均死亡年龄 大概都是七十九 所以这十年是死亡的高峰 这个要要说清楚 所以并不是像刚刚蔡委员讲的 十年就有一百亿 后面还有 这个过了死亡高峰 这个价钱就没那么多 前面也没那么多 所以他是累积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你讲的 老农民抠抠呱呱 国家给他的钱 他一毛都不舍得花 多不花 吃馒头吃酱菜 搞了一辈子 这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但是我讲这个事 我以前跟那些老师官住过 他们的钱呢 到处长长喝喝 根本不太相信银行的 所以你们清查遗物 应该有一套 经常要讲习作业 经验传承 我以前一个老同事 特种军官呢 有一次轮值的时候 他不站 上面一定要打开 他的这个箱子 那我们当参谋的习惯 就是把箱子的密码 写在那个日历 桌历上 结果我查他 每个每一页日历啊 都有一个数字 都打不开他的锁 后来搞清楚 他到处放高利贷 等他一走 他的房产 他借给人家的钱 他藏的东西 统统找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 你清查遗物 跟后面追溯 这都是工作人员 要交互 这个 这个蒋徐治 让他了解 最重要的就是 身权遗嘱的确定 这个每个农家 一定要跟这些老农民 沟通观念 你事先能够把财产 清理的很清楚 事后处理就很容易 对 刚刚你刚刚讲的是 很多家电 这些大型的标 我想台湾现在这些东西 标不出去 谁要啊 一个顽固的人员 用的电风扇 用的洗衣机 怎么处理的那些 那个都是由容副处 当废物处理 还是标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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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够 留在荣家自己用啊 不可以 不可以 遗产都不能留 第二个 我请问一下 凡是倾夺老农民遗产 不孝官员 有没有送过法办 有 我觉得这个是要坚持 有 这种是真正社会弱势 优弱势的一个团体 如果这个钱都敢要的话 那绝对要送法办 有过几个记录 有没有记录 最近我们送过一个 就台北 台北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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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的阵风啊 要要要加强这个 这个东西 杀衣紧百 你这个 要雷厉风行 你才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好吧 至于那些追讨遗产有功的 有没有奖励啊 因为这可是个良心事业啊 他丢了丢 丢到哪里 我怎么知道 谁去查 有没有奖励 这个要到年度 终了的时候 算绩效的时候 你们的人事单位 要把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讨回来 他也没增加一毛钱 不像警察 还开个单子 还可以分个奖金百分之五啊 你们最后追讨回来遗产 一毛也没有啊 没有 都没有 对不对 对于那些人事单位 有没有 要列入考评 绩效 而且还列入 马上就要 就要主力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 把这个问题解决 第三个 这个陆配 一架二架三架 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老荣民 有的人是叫抢得开 我剩下这几个钱 我搞一个这个 我明知道他是骗 他也伺候我两年 完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 你们处理这些问题哦 要生钱就要调查 等于满一度 或者你诚信诈骗的 那就 同时这个 下面不要被骗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有时候跟荣民 北北讲了 对了 我们站在 荣民的想法 还是这样 他很固执 他反正 这个钱 实在也交给你国库了 他被骗 他也被骗了 他至少换了两年的 帮忙照顾他 对啊 所以这些问题啊 很复杂 下面我想 这个荣家的问题 像大家都已经讨论过 我想要问一下 上一次开两次会议 在总之寻手的要求 要活化这个你们的资源 现在做的进度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把这个所有的资料调查清楚以后啊 我们准备啊 就是跟院里面了 还在准备啊 你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啊 这个时机 经理啊 有 太难得了 你们现在的国防部长当过辅导会 你自己也在参本部出来 国防部也熟 辅导会也熟 今天三个荣总 能不能够借这个机会 提升教医疗品质 扩大院区的这个设备 你错过这个时机没有了 你还在准备 我就很不满意啊 这个资料就是 他也必须要写一个完整的计划 尤其是北荣旁边那一块 其他中荣跟高荣 他们目前是没有问题 他是在刺激院 不是我上次要求的很多啊 你一个医生送国外送区的 那个已经有 那个人在年度里面已经都有了 不是你逐年采检嘛 我今天要求你是跟行政院要求要放宽啊 对 对不对 你没有好医生 光有光有医院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上次只要求你很多点了 你不是还在计划 还在专案 那个送国外这个去深造的啊 他就不承认说有卡 我今天问国防部问辅导会都有卡的啊 怎么会没有呢 你不怕院长真是为之如虎啊 这个事情该真的叫增啊 今年已经增加了 我们增加了 增加多少 我们现在这百分比人数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的人数受训 因为他有一个基金的人 基金钱放在那边 对你自己 荣总自己也有基金 对 行政院 国科会都 我跟你讲 你今天国科会给你的补助也 也不足的 我上次叫你做一个比较 你卫生署给的资源多少 国科会给的资源多少 第三个 你我想 你跟三种教学医院的合并 这个自费生增加了数额度 这个东西就要push了 这个 很快 曾经理你不是万年的主委啊 我也是买了西洋西下的立委啊 对不对 公费生啊 没有问题 我们是原则上 会变到三四个人左右 对啊 三四个人 现在只有十三个人 对啊 还有十七个 为什么不送啊 我们今年就加 所以我跟你讲 我关心这个数据是实质上 不是打嘴皮质上 或者骂吧 你干什么 那个没有意义啊 今天是真的 你这样当这个主委 你第三个人总 有责任把它提升去了 对不对 你这个资源活化 居然是总统也答应的 是行政员长也答应的 你这个时候搭铁不生日 你不做 你什么时候做 那高华周也在 他很清楚啊 所以你现在 觉得上次讲是林中生 来当你这个 协调委员会的 这个这个主任委员吧 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提计划 我们计划现在还没有送出来 还没送出来 那你就要办自己 自己人的怠惰了 这个事情运上多久了 一年多了 什么事你给个时间 那个荣总那个资料爆出来没有 还没有吧 我们跟那个荣总啊 这台电话里说 他们的主委是卖的 是卖的 他们的主业 你告诉他 再卖下去 今年他的预算 我就给你看 反正你们不要嘛 对不对 叫他改出一个 什么时候出来 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内 我叫他把它送出去 两个礼拜之内 是是 叫他来做业 谢谢